這次說六部車從來都未試過 還要六部都是落場車 一天裡面試得最多車的就是這次 六部BMW M 2022年是BMW M的50周年 Shell 和BMW出了一堆BMW M的車仔 全部都和落場有關係 他送他過來給我們試一試 我們不如試試玩一下 順手介紹一下他的歷史 BMW 3.0 CSL CSL 即是Coupé Sport和Night 偷輕 全部減重200kg 也挺多的 這部車尾也帶到原來德國自己 都不合法 他會送來給你 大裝不裝就自己決定 Hoffmeister King 雙頭燈和神型鬼面罩 後來成為BMW車的特色 BMW M1 這部我最喜歡 其實保馬這麼久以來 只推出過兩部中置引擎的車 知道哪部嗎? 第一部就是M1 第二部就要隔到很多年後的Ibar 兩部車都很容易承認 M1尤其是 因為很少見到這麼方角的武馬 70年代的特色 出色 硬角、跳燈 喬治亞羅設計 這部車曾經參加了 Pokar BMW M1 Championship 這個模型就是這個版本 上年一部Pro Walker 擁有過Pokar版出售 你猜多少錢? 這個價錢 接下來是BMW M3 第一代M3你一定認識吧 它贏了很多不同的賽事 它贏的原因 通常都不是靠大馬力大引擎 而是車輕 不用大引擎 都可以快 有多輕呢? 大約1200公斤 即是每一匹 大約推動6.15kg 其實跟最新的Pokar 370i差不多 這車證明了Pokar調高性能車多出色 它不需要增壓 不需要綠氣缸引擎 一樣可以贏 不用大馬力大引擎都好玩 我覺得這個特色Pokar現在仍在 去到近期的車款 你看到BMW Z4 GT3版本 這麼圓運 都知道是近代的產品 它是第二代的Z4 我個人來說 這個是寶馬Car Styling的高峰之一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Interior的Design 和Exterior的Styling 都是由兩個寶馬女設計師做出來 是寶馬第一次 樂場版4.4公升V8 它是跟一般的3.0公升街道版有些不同 Bmw M是一個為人忽略的歷史 就是由1999年開始 成為Moto GP的Safety Car 這部是2018年的M5房車 改出來的Safety Car 如果在現場看的Moto GP 你就知道加速多誇張 它的4.4公升V8 是來自於M5Competition 0-100同樣是3.3秒 比標準版的M5快0.1秒 車頂加了一排的LED燈 還有全身都是碳纖 鬼面罩、裙腳、側鏡殼 微妖流都是碳纖 尾喉太合金 其實這些配件 你可以買回來自己裝 這部是現役的車 BMW M4的GTV 它在2022年的賽季出現 取代了前的M6GTV 它的特點是聽說很容易開 引擎和波箱的維修費用便宜 所以落場的成本便宜 它引擎是由M4Competition改出來的 3.0公升直錄 最多590匹 你看看軚盤 就知道和你家的M4很不同 這批車制全部都是1比41 那麼長度 所以整批放在家都不會很啞 車殼是金屬 還有造工看來也不差 這批車除了可以看外 還可以玩 進入電力車底 接著手機安裝APP 就可以用藍芽遙控 差一點 還有東西要玩 聽著 聽到嗎 是Idoling的聲音 走的時候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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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嗎 頭燈是會閃的 上面還有兩顆按鈕 玩一下是甚麼 這是否叫做 嘔吐模 我想地比較滑 可以做Donut 另一個 警匪片永遠見到這個 這場片的 掉頭走 這些實體車仔 除了可以有血有肉地玩之外 還可以收入元宇宙裏面 玩法就是 首先開這個APP 選擇Garage 你就看到你現在有甚麼車 按個Scan 剛才的盒子不要丟 Scan盒的QR Code 這輛車就變成在我手機裏面 隨時可以玩 Scan盒還拿了一堆不知甚麼給我 好像可以吃 我也不知道怎樣玩 拆來看看 是卡 像是砌一條菜道出來 讓我把它拆掉 究竟怎樣玩呢 開剛才的手機APP 按Scan Track 好像安心出行的掃描 就會看到菜道變成立體 接著就可以用自己設計菜道來鬥車 完成了 整個菜道還可以Safe 還有可以分享給朋友 一起賭 挺好玩 可以大發創意 或想一些瘋狂的東西 我猜不到原來這個那麼好玩 差不多好玩 我平時不玩遊戲 出列的鍵 臉書 通知書 會有一個大發創的 方式 有一個大發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